这几天傅士康 郑州的傅士康发生了报万 就是说是傅士康的工人和大白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但是这些大白是谁 可能是政府的维稳的人员 是吧 可能是军警 可能是也许又傅士康的报万之类的 这样子 我想从我来分析这件事情 其实这是一个有重要指标意义的一件事情 能看到我们的社会缺乏的是什么 这个也还是这样子 就是说一般来说在其他国家的话 可能会是劳资双方的矛盾纠纷 就是这些务工的人员 这些工人和傅士康资本家之间的 也许它的起因是什么 现在我们只能猜测它的起因是什么 可能有人说是就是在招工的时候 因为傅士康的这个事情持续一段时间了 有很多工人就离开了步行回家之类的 之前的话 我们在各种途径没了解到这种情况 然后说在郑州的政府就组织很多人 让每村派一个人等等之类的 让这种复原军人各种人 发动各种人去傅士康的工厂里面去工作 让这十年线不要停下来 大概是这样子 然后说现在暴露的原因是说 因为他们鼓励这些新的人去在那工作 让他希望他能更长久的在工作 给他们一些更高的报酬 大概是这样子 是吧 还有一个就是说是给他们一些 从傅士康的这个角度来说是 可能说是你工作多长时间之后 因为你没有留失嘛 没有辞职 会有一些奖励一样的一些钱 大概是这样子 是吧 但是说这些工人的话 现在他可能没拿到钱 是吧 或者说他以为是他们得到信息是说 你们约给我接啊 或者怎么这样 是吧 说这个付的钱没有及时付 这可能是一个原因 还有一些原因的话 就说是疫情的原因 可能有很多工人担心这个疫情的 他们实现健康的影响 大概是因为从疫情的原因 产生了一些激起了他一些愤怒啊 等等之类的是吧 因为你管理不善 让这个吸引老员工混住啊 等等之类的 对这个疫情管控不严 是吧 可能说 中国在过去三年里面对这个 新冠的严重性的宣传 是吧 这个对很多老百姓 对很多人来说 他深入他的意识了 他认为是很安全 很危险 可能是在这方面也有一些担心 是吧 或者严重的担心 导致这个冲突 我觉得是这样子啊 你看看没有 就是说我们的一个矛盾在富士康的这个环境下 他有一个矛盾最终走向了一种暴力 对抗 这是一个大问题 这是一个大问题 劳资双方应该有一个途径协调沟通 不是说是你什么事情 我就马上上升到暴力了 那绝对不应该是这样 对不对 但是说你怎么走到这一步 你怎么做这个协商 是吧 就是说 你有双方有这个安全的诉求 是吧 有这个经济上面的诉求 那你为什么说 那你们就不能打上协议 是吧 不能打上妥协 不能协调沟通 是吧 为什么就马上非常暴躁的 就要进行到这样一个状况 是吧 我们没有对话 我们没有看到这个对话的过程 是吧 就是说 工人也没办法组织起来 和资方来进行谈判 也没有人能代表资方 资方可能也有人能代表 是吧 因为它明明是一个 是一个工厂 是一个大的集团 它有它的组织结构 它有管理 它能选出来这种代表 但是工人没有代表它的 没有一个这种一样力量 来把工人组织起来 能疏解它的这个情绪吗 是吧 不是说是出卖了工人的程序 是吧 不是说是 就是解决这个问题 对吧 比如说你的工资 可能有一个 我想大家明白我想说什么 就是说有一个工会的代表之类的 是吧 代表工人的一个组织 我跟你在谈 对吧 就是一方面你能代表工人 另外一方面你可以跟资方去谈 否则的话你几十万工人 对吧 资方怎么跟你谈 这是一个问题吗 说你看到没有说 在中国的社会方方面面 其实都缺乏这样一个机制 这是我所看到的 这是它的一个关键点 那就是说 我们的任何一些矛盾 对吧 可能小的矛盾 工人就人气吞生了 它就这么过去了 是吧 它的历史到侵害 它就可能发发牢骚 就这么过去了 但是说在大面积的时候 有很多人都不满的时候 就伤伤到有暴动 这是一个两败俱伤的一个情况 两败俱伤的一个情况 对吧 这是第一点 就是说我觉得我们可能削发这种 就是说有组织的 能代表工人利益的这样一个 工会组织的出现 但是不是中国的那种工会 可能跟类似美国家 欧洲国家的这种工会 能代表工人利益的 这是第一点 还有第二点是 政府在这里面不清不白 它应该本来是第三方 对吧 你是劳资双方 你没在干嘛 但是现在它也下场了 你看到说之前的话 它是号召动员各种力量 是吧 让富士康的工厂不要停工 给他说服一些人去他那当工人吗 那你从某种意义上 你就站到了富士康这一边了 工人 就是说工人很可能 他不满情绪就针对到这些 政府的力量上面了 这是个大的问题 这是个巨大的问题 对不对 就是说你可能 这是我们大政府是吧 我们的大政府 但这还不是原因不在大政府 而在于说 郑州市政府 它为了让富士康留下来 当时给富士康有很多的许诺 等等之类的 创造条件 让富士康在郑州设厂 因为它是巨大的一个企业 对本地经济会有巨大的好处 所以说在富士康这问题的时候 他们也积极去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说 你从这种层面上看的时候 这工人啊等等之类的 就会认为你跟富士康是一伙的 其实富士康我倒觉得 他也许他没有做错什么 他也许他也在左右为难了 是吧 就是在过去三年里面 疫情的情况下 他怎么做 他怎么做 他可能也不太好选择 他的策略是什么 是吧 他只能遵守国家法律 对吧 只是说 在你这么大规模的时候 你又要强调 疫情防控的情况下 是吧 而且这个工人普遍有这种担忧的情绪的情况下 他没办法处理了 因为他有巨大规模的人在那 他没办法说 调整他的这个生产环境 生活环境来符合你 同时还能符合你这个防疫要求 对不对 所以说这种不满情绪在这个工人之间是很容易酝酿起来的 另外一点啊 还是说中国毕竟是个发展中国家 就是说我们对这些工人的待遇 不像欧美国家 他的待遇可能是 相对来说是比较完善的 对吧 比较好一些的 但是中国的话 低零圈优势嘛 就让他聚集在一块住宿 为了你挣更多的钱嘛 其他的这个标准就降低了 对不对 你拿钱回家可以将来 所以说他的这个条件肯定是比较差的 还有一个说 从工厂到工人之间的沟通 我相信他也没有这种人文上的光法也不够 也不够对吧 就是说你信息不公开 对工人来说 他可能获得不了一个比较权威的这个信息 他能听到的 就是说是他聚集在他周边的人的 其他工人的反馈 对吧 或者他来自网上的一些反馈啊 等等之类的 导致他们的这种焦虑情绪的上升 这是一个 其实你要再说深入一点说的话 我觉得我们也可以求全责备的说 就是说这些工人 中国人本身啊 大体上就是说有很高比例的这种缺乏 他的一种个人的判断的这个能力 个人的判断这个能力 就是说 比如说谣言在盛行的时候 我们每人都会受谣言的影响是吧 但是说你有没有这种判断能力 就是说你可能不会轻易的相信这个谣言的传播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啊 我相信说是在一些可能比较更加完善的欧美国家的时候 他可能不太就是这种民变啊 就是上升暴动的这种情况 他的可能会稍微成熟一点 但是他也会有啊 他的社会里面 我们能看到说过去的报道里面也有是吧 就是说是打他墙 就是说是这种非常激烈的冲突 他也有美国呀 法国呀等等这首期车什么之类也有啊 但是说我觉得在中国的话 可能这方面也是比较差一些 也就是说他们这些人在身处其中的人的话 他可能说他更容易受到这个外部环境的影响 就是有些积累情绪引发的时候 已经出现的时候 说有的人有积累情绪出现的时候 可能他会像是一个火星点燃了这一片 大概是这样的 实际上我觉得这是中国社会的一个关键点 这是一个关键点 就是说劳资是在富士康这个环境下 富士康相对来说还是一个好的企业 我们之前说是中日韩 也不是中日韩 就是说日本韩国台湾台企啊 就是说这三种企业在中国的时候 就是说是对人比较苛刻嘛 劳动环境比较苛刻 工作时间比较长 欧美企业相对环境就会好很多 以前有这种说法是吧 但是你想想说日企韩企台企都要好于国内企业 实际上 对吧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 就是说 就是说 你在这种情况下 就是说是一群的工人 生活在工作 生活工作在富士康 等你碰到一些情况的时候 一些劳资冲突的时候 没有一个好的疏解的渠道 就是说你本身也没有自己组织 自己的组织是吧 就是说你也不能组织起来 和这个资方来进行谈判 我相信有人能看得清楚这一点啊 只是说有几十万人都在这的时候 他没有这种能力是吧 就是他代表工人或者怎么着 把你的这个诉求 或者提前提早的发现是吧 跟资方去沟通 获得双赢嘛 对吧 你现在变成双输啊 对不对 或者三输 是因为这个投资环境恶化 对吧 其他的企业都害怕了 对吧 可能要直线千里中国 导致这种可能性都是很高的嘛 所以说 对吧 这是一点 就是说 大面积的公民 就说有相当规模的公民的时候 公共事件发生的时候 对吧 他们相互之间 没有这样一个达成妥协 不是妥协啊 达成协商 磋商解决这个问题的能力 对吧 你可以把富士康换成政府 换成 换成就是中国政府 是吧 或者说地方政府 因为在很多时候 可能政府的一些举措 伤害你的利益 对吧 就是说 你有能力 对吧 就是说 或者说是社会上 一些组织 能够做到这种 这样一种 目标 是吧 达成这样一个目标 就是说是 我来推动 政府的改革 而不是说是 直接就上升到 暴动了 明白这一点吗 是吧 不管对方是富士康 还是说政府 都是可以做到这一点的 实际上 都应该有能力 做到这一点 这才是向着 那种公民社会前进的 一个方向呀 对吧 你 我们不要说 想象说是 有个政府 共产党之外的一个政府 你把它替换掉 换成另外一个的时候 它就是比较完美的一个 实际上 它这个过程 还是存在的 就是说 可能本身 它有一个政策 法规的推行 它未必很合适 对吧 而你公民社会 公民能推动 它的这个 法律 法规 向着一个 比较良性的 比较人性化的方向 去发展 这是关键点 对吧 我们看到说 傅昌这个情况下 我们看到说 几十万的人 聚集在那地方 对吧 形成了一个 社会性事件 但是 他们没有能力 把它推动 向着一个 良性的 双赢的方向发展 你放大一点 说六四的时候 也是同样的 六四时候 是 33年前 对吧 当时还是 高校的 学生为主 他们没有能力 做这个事情 到了现在 今天 33年之后 中国人还是 没有这能力 做这个事情 这是非常可悲的 但是不怪 中国人 就是说 咱们的同胞 怪的是什么 就是说 我们几千年的 这种 封建 不能叫封建 这个封建 可能这个词 不太准确 就是说 地质的情况下 它以法家的思想 来统治中国人 驯服你 对吧 就是说 它没有这种 公民意识的培养 我们说 我们在这种 公民意识 在这种 公民社会发展的 这个路线上 更加的落后 更加的落后 对吧 不方是科学技术的落后 在这方面 更加的落后 而且说 这是一条人的观念 就是我们没有 这种观念的存在 所以说 这才是一个 大的问题 这才是一个 大的问题 对吧 对吧 感谢观看